这只猴子捡到了一个坚果 用手敲了一下 听音变果 然后飞快地找了一块石头 奋力地抱起 一走三平 跳向大石块砧板之上 然后举过头顶砸向坚果 第一次不但没有砸碎 还差点砸中自己的脚 第二次终于碎了 开心地吃起了坚果人 刚吃第一口 就呲牙咧嘴 显然味道不合口 仔细看他的双手 很麻利地揉搓起了核桃 他是想把坚果人的苦皮给搓掉 这只猴子就是黑纹卷尾猴 而他们想要学会这种吃坚果的本领 少则三年 多则五年 很明显上面一只猴子是富有经验的老手 而下面这只则是一只初出茅庐的愣头青 学的技术明显不娴熟 简单嗅了一下坚果 找了一个放到了枯树之上 左放右放才放妥当 用石块砸了一下弹起老高 要么就是坚果蹦出很远 一番折腾下来 依然是徒劳 这只猴子是爱学习的 把坚果弄到了树上 然后对着坚果开始思考发呆 不知道是在思考猴生还是在想办法 突然远处正在玩耍的小猴子 把一块大石块弄掉了 灵感瞬间涌出 于是他带着坚果 抱着石头 到了之前同伴砸坚果的大石块之上 开始了之前的操作 对于这只猴子来说 成功就是不断地试错和坚持不懈的努力 终于坚果开嘴了 而他们这些生存技能 是他们不断从年长的猴子和双亲身上学到的 然后自己再付出一实践 如果说猴子这些技能只是为了自己的生存 那么红毛大猩猩就高明多了 因为身上长毛覆盖 所以被叫红毛猩猩 仔细看这幅画面 并不是人们的刻意引导拍摄的 这只雌性红毛大猩猩在认真地聚一块木头 而且动作并不笨拙 要知道此前没有人叫过他 他还知道用双脚固定住木头的两端 聚一段时间 还知道用嘴吹一下木血 要知道这一系列的动作 我们人看着简单 但对于动物来说却是不可思议的 突然旁边多了一只假的红毛大猩猩 也在做同样的动作 看到身边的机器人在不停地工作 红毛大猩猩似乎更上心了 明显加快了自己的动作 然而三分钟的热静过后 他开始玩耍了起来 他握在地板之上 开始看着旁边的二傻子 对于他来说 锯木头只是一个游戏 但这并不能否认他的聪明和智慧 甚至在河边休息的时候 还知道用肥皂来清洗自己的毛发 而这只红毛大猩猩 确切地来说是婆罗洲猩猩 尤其是雌性 对自己孩子十分疼爱而且有耐心 为了孩子的安全 要经常四海位家居无定所 而且他们的怀孕七约233到263天 而小家伙六到七岁左右才能渐渐独立生活 这期间都要和母亲在一起 而母亲也是为孩子操碎了心 他们雄性和雌性的长相也是一眼就能分辨出来 雄性的脸颊之上有明显的肉点 他们和猴子最大的区别就是没有尾巴 而在电影《星球崛起》中 主角凯撒的原型是黑猩猩 而被称为凯撒的良心的毛里斯 原型就是红猩猩 多次唤醒凯撒内心那个充满公义与正直的自己 艺术源于生活而高于生活 现实的红猩猩性性格温和是个慢性子 与人类基因相似度达96.4% 但平均寿命大概40年 平均身高大概171到180公分